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场两位舞蹈演员受伤 随后这两人便被紧急送往医院 经纪人花姐则宣告演唱会终止 后续的事情她会处理好 据了解 两位受伤的舞蹈演员分别是张子峰 另一位则是女团Color成员苏芷晴的男友李启言 因为两人所处的位置不同 受伤的程度也大不一样 张子峰为轻伤 所以事后没有多久便被转到普通病房 不过此次事件仍然让她感到十分后怕 据了解 张子峰刚刚在今年二月份结婚 如果真的遭遇不幸 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她的父母 还有刚刚新婚的妻子 至于李启言 因为伤到了脖梗 所以非常严重 一大早便传出不好的消息 如果神经线不能恢复 那么有可能会导致下半身瘫痪 如此信息震惊了整个香港娱乐圈 马俊伟 郑秀文 陈奕迅 荣祖儿 杨谦化等几十位艺人 先后发声为受伤人士祈福 随后 相关的主办单位以及政府人员也先后发声 并对于此事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如果后期整改不规范 那么很有可能将取消宏观演唱会的资格 据了解 南团Miro所在的公司隶属于香港电讯营科 而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则是李泽凯 事件发生之后 李泽凯对于此事也是十分关注 并向商者以及家属致以深切地问候 希望对方早日康复 针对后期的治疗费用 李泽凯表示 公司会全部承担以及提供协助 针对事故的原因会严肃跟进 据了解 李泽凯旗下的艺人除了这个男团之外 还有林轩瑜 江大卫儿子江卓文 苏子晴等等 不同于英皇娱乐 李泽凯旗下的艺人扎根香港 主要以当地的娱乐市场为主 英皇娱乐则慢慢将方向转向了大陆 另外主攻的方面除了演唱会之外 还有电影 至于所谓的综艺很少设计 经过不到一天的治疗 目前两人的情况也随之曝光 据悉 受伤较轻的张子峰已经在家人的陪同下出院 受伤较重的李启炎仍然留在ICU 不过目前已经清醒 可以同医生沟通 至于后期的治疗 想来还得需要很长的时间 其实舞台事故在宏馆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早在刘德华开演唱会的时候就曾出现过 不过自始至终都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 这次之所以备受重视也是长久以来的爆发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Miro演唱会事故初步调查结果公布 小超人李泽凯首发声 会严肃跟进 7月29日下午 Miro所属的Maker Realm公司 银科拓展集团主席李泽凯首度发声 李泽凯表示高度关注这次意外 并向伤者及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希望伤者可以早日康复 李泽凯同事表示 将承担伤者医疗费用及尽力提供协助 并会严肃跟进这次事故 两位受伤舞蹈演员当中 伤情更严重的是李启炎 阿某 虽然清醒可以说话 但头部及颈部遭受重创 港媒报道称 由脑出血及颈椎第四节骨折 需进行大型手术 至于手术结果如何 目前还没有得到最新的官方消息 据了解 李启炎的父母 已经从加拿大飞回中国香港 根据昨晚现场视频 大屏幕垂直上升时 其中一条钢索率先松脱 另一条钢索不堪负荷也随之脱落 造成大屏幕突然坠落 之前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杨润雄表示 28日晚的事故 涉及一块有两条钢索相连的大屏幕 初不了解事故原因为其中一条钢索断裂 一名从事舞台制作多年的人士 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若要用钢索细紧LED大屏幕垂直上升 必须先将钢索缠绕屏幕把手绕圈 用钢索夹夹紧绕圈位置 再以类似登山扣的装置扣紧两者 同时要检查钢索有没有出现肉眼可见的折口或者断点 确保万无一失后 经结构工程师检测并签名核准才可以使用 该资深人士指出 大屏幕垂直上升不算是复杂的机械工序 业界采用超过10年不曾出现问题 所以不排除其中一个环节出现人为疏漏 才导致这次意外的发生 今年27岁的李启妍 四年前参加第一届全民造星 除了跳舞很厉害之外 唱歌也很不错 还会拉小提琴 虽然没有在节目中更进一步 但是她在舞蹈界的发展非常好 是不少歌手的御用舞蹈演员 这次在第一场演唱会结束后 李启妍留言道 第一天总算平安度过了 感谢收到很多支持鼓励关心的讯息 未能一一回复 但是都看了 最感动的是晚上只有舞者在舞台上时 仍然感受到观众们的欢呼拍掌 真的给了我们很多力量 明天开始专心做好表演 希望从头到尾都能做到最好 在李启妍遭遇意外后 其女朋友苏芷晴一直在医院陪伴 据了解 两人在一起多年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发恩爱照片 作为全亚洲知名度很高的演唱会场馆 香港红看体育馆一直为各家影迷所津津乐道 尤其是歌手 更是以能够登上红馆举行个人演唱会而容 但出现类似的重大意外并非首次 比如在2003年 林子祥担任汪明泉演唱会嘉宾 当时因为升降台故障 导致他瞬间跌入两米多深的大洞 一度陷入昏迷 住进加护病房 而如今也留下耳鸣 听不到立体声的后遗症 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 在2012年举行演唱会时 因为脚下的方形升降台钢丝突然断裂 导致他从近三米高的舞台摔下 幸好郭富城反应快才没有受伤 2018年 古剧机在宏观演出时 也发生过跌落舞台的事故 最严重的莫过于同样是四大天王的刘德华 1993年在宏观举行个人演唱会时 有男歌迷为了抢从舞台上方掉落的纪念气球 当场失足跌倒 导致头部重创 经过抢救仍不至身亡 文字幕志愿者 刘德华